我们有四个speaker 第一个呢 汤鲁平 他提问华人在海外 创业对缺少的 就是利用他这个 因为他 原来是搞这个 这个领域 现在是搞别的领域 比如说finance 他有很多经验 他会被我们分析 华人在海外创业 对缺少的 另外的话是雷剧 华人 中国要蒙特尔过来的 他的提问是路权奖项 他主要要深度 回到加拿大 深度回到加拿大 创业和发展 下一个呢是我们的 称赛系总裁 他呢是ACCT考虑前的创建 这个公司已经创建了 大概有十几年了 其中真的很多成绩 因为他呢 主要的要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创办企业的第一步 万事开创的第一步整整 我呢 本来我是 不是在这个意思里面 因为我们主要请的是CEO 我还不是CEO 但是呢因为我们那几个企业 因为我们没请到 他们现在在国内回不来 所以呢我就让你重述一下 那么最后我就讲一下 我创业之道 可能不一定是focus到这个工资 但是会从整个 从学生到 然后到owner 讲一下我会怎样 选择我们的道路 然后 那时候 我们有一个Membership 会 主要呢我要汇报一下 这种 activity 然后我们要选择 President Elect 另外就是我们可能请我们的President 来讲的话 最后呢 这个有我们的 financial director 毛建宇也是 可以推广一下我们的 financial情况 OK 这是 CCPK 我希望大家可以享受 下面的 下面的 谢谢会长介绍 我现在来给大家讲 今天的主题 首先就是讲 华人在海外创业最缺什么 很多朋友都有不同的答案 有些人说是钱 这个很直见 有些朋友说是思想 也有些朋友说是人才 海外华人在 开始创业的时候 最缺什么呢 我的答案是 资金 对吧 但是呢 资金呢 海外华人在 这个北美创业 最缺的是资金 而在北美最丰富的是资金 这个是资本主义市场 为什么产生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呢 原因就是在于 就是说 我们华人在创业的时候 只想到自己的资金 没想到别人的资金 或者社会的资金 所以的话呢 就会产生这样一个事情 从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华人在海外创业 都是非常艰难 所以像我们很多职业家 创业的话 要五年 十年 二十年 这就是我们一些 一个 主要的一个因素 这就是我想的 因为我也是大概 今天要快二十年的这个 到北美来 近二十年了 创业也有十几年了 十三年了 今天我们讲 做的几个 演讲的几个嘉宾 都是 几乎是同时 来到北美 并且差不多是同时 开始创业的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 这个嘉宾 这两次我们邀请 他没来 所以我们想呢 就是 今天大家来了以后 当然肯定会知道 很多很多这个 新的一些信息 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些企业家 通过他们自己的 清新经历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创业 他成功的经验 跟教训 或者是从市场上 得到很多的 你需要的资金 来发展你的企业 这个呢 是人们梦里以求的 因为在哪里呢 我就想 大家最近 大家也知道 我写了一本书 就是 我在巴菲特财富之路 这本书的题目呢 就是 告诉你呢 就是说 你如何得到这个 社会资金 来发展你的企业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想 彻底来改变这个 华人呢 就是说 创业难 和创业被动的局面 是不是 而我们呢 没有好好的利用 这本书 你可以 我 我